那你覺得裡面演的黑暗面是真的嗎? 一定是劇情上要比較偏激一點 才會有這個劇情的討論度 像可能有錢之後 他們說是他們放鬆的壓力的方法來自於吸毒 我覺得這太扯欸 我如果網紅吸毒我應該不敢跟他在一起 有啊 他們也算是網紅 他們就真的有吸毒啊 HELLO 大家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今天邀請了一個網紅始祖 對 來討論一下最近很紅的爵士網 啊沒想到呢 到31歲已經變成始祖了 不得不認了 嘿 他在外面嗎? 我都在外面是不是? 我都說收音了 HELLO 大家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好突然喔 等一下我表情收下來 來來來 請 我最近看到一個很有討論度的連續劇 叫做爵士網紅 所以我就突發奇想想說 欸可不可以找我的那個 網紅朋友 紅拜的偶像 紅拜的偶像 他是網紅始祖 我想要來問他一些關於網紅這個工作 大家會比較好奇的部分 沒錯 我跟你講 這個叫什麼? 欲成其冠必成其重 對那是什麼意思呢? 來請開始解釋 如果你要駕馭這個黃冠 你必須要撐住它的重量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講對 嗯 那你覺得裡面演的黑暗面是真的嗎? 一定是劇情上要比較偏激一點 嗯 才會有這個劇情的討論度 像可能有錢之後 他們說 他們放鬆的壓力的方法來自於吸毒 我覺得這太扯欸 我如果網紅吸毒 我應該不敢跟他在一起 有啊 蛤? 他們也算是網紅 他們就真的有吸毒啊 但其實每個人選擇的方式不同 像我放鬆我可能就是去海邊 出國 這對我來說就是放鬆 可是我覺得出國也沒有真的放鬆欸 我們就不要拍片就好 但是我覺得那個已經是潛意識裡面 驅使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會說網紅幹嘛一直出國 但是我自己有實測過 你出國跟沒出國流量差很多 如果說我今天的生活就跟其實大家在家是一樣的 其實大家就不會想要特別來看我 因為我必須要去創造內容 所以為什麼會叫做影片創作者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創作者 因為這個東西是從無到有 你要自己去把生活創造出來 類似像這種概念 其實流量就在於說 你做一般人比較做不到的事情 流量密碼就在那裡 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 流量密碼就不在那裡 創作者的好處還有一點是 比方說如果今天你花了這個錢 然後你真實的心得去分享給大家 那對於做功課的人來說 本來就也有幫助不是嗎 對啊 你好像去踩過人家未經過的路 然後鋪好之後 人家可以順順的走不用踩雷 而且也減少他做功課的時間 當網紅有不為人質的心酸 你一定會被罵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高報酬 然後高風險 然後高不健康的一個職業啊 其實他付出的成分比一般人更高 你覺得會怎樣付出 比如一般人做錯事 就身邊幾個人在討論而已 但是網紅做錯事 跟台灣可能都會知道 直接看你的知名度啦 我就是出來道歉這樣子 對啊放大進什麼啦 你看劇中裡面的話 有沒有讓你覺得說 對應你現實生活中裡面 他說他裡面有抓到爆紅的訣竅 要如何變成網紅 那整個過程 我會覺得 其實滿像的 他最直接講的就是 直接靠近有知名度的人 而且在你爆紅的過程中 你可以感受得到 靠近你的人 到底是想要跟你當朋友 還是只是想要沾你的知名度 我覺得這是他們一個生存手段 確實就是有人這樣子 對啊 我跟你說我曾經有遇過 比方說 林靜我打給你你沒戒 然後你是在一個活動會場這樣子 但是我直接衝進去 嗯 就說我是林靜的朋友 然後把所有有名的人全部撐一遍 他們有演出來有一圈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真的是以這樣子的方式去生存 嗯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沒錯 可是 只是他的劇情必須要撒狗血啊 不然拿來的觀眾看 但是你有遇過那種就是護撕的嗎 就是以吵架為紅 覺得台灣應該沒有吧 台灣有啦 可是好像在 看你沒有 然後我們是台北的就 你有參與其中啊 還去 然後說 你這樣還OK嗎 你OK嗎 這一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之前有被陷害過嗎 前前經紀公司啊 反正就是跟立場不同的人合作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完全不碰那個 就只是聽 公司的話 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但是在中間的過程中 我發現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有跟公司講說 我們這個合作就取消了 因為他當初跟我報的價 是可能十幾萬 等於這筆錢我不賺了 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要印上來 因為知道的籌碼是七位數 不是六位數 所以完全被陷害了 為什麼他們不退呢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 十報價格給我 啊就終止合作了 不歡而散吧 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當網紅會很為難吧 因為你一邊是大眾 然後一邊是你自己 這個東西 到底是大眾想要看到的 還是你自己想要堅持的 很難驅射吧 嗯 因為其實大家看 可能會覺得說 喔幹那個什麼網紅 愛賺錢什麼的 可是殊不知 其實我們背後的團隊 我們都是在 要養他們 對 要一個人在撐全場的 所以他們不知道 其實賺那些錢 也不是全部入自己口袋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八卦要讓你們知道的 其實剛起步的時候 的確會有人來敲合作 我不是大頭陣 可是我的回應變成 我只是說我現在就是喜歡自己拍 還沒有 想要跟別人合作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我怕尷尬 我會拍誰 你一開始就要跟陌生人 然後很熟很熟 我覺得其實是 需要練習的事情 對你來說很排斥的事情 嗯 然後那時候就是不想合作 然後他就直接 指明道姓說 這個人 他最討厭的網紅 真的喔 對那個是 那時候剛起步的時候 我就遇到這個 哇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很開心對不對 就很討厭這個人 然後一開始出來就被討厭很開心對不對 嗯 你也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覺得他把那個網紅 金融的有點太誇張了 其實全部人都是為了利益 然後沒有一份真的感情 但你認同嗎 就是在網紅這個圈子找不到真的朋友 我覺得還是找得到 其實網紅裡面呢 他們是以利益為主軸 嗯 而不是為了知名度 雖然知名度跟利益好像 密不可分 對掛上等於 但是其實又不等於 因為有些人只是想被看見 喜歡可能戰術高 但是他可能因為戰術高 帶來的利益之後 才會被那個價值給 扭曲或者是想打邊 扭曲就覺得說 喔原來紅可以賺這麼多錢 大家對於這個自媒體這個東西呢 會覺得說 幹有知名度就有錢 哦 所以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大家其實看得出來 你是為了什麼目標在努力 所以相對的現在的人 要闖出知名度來 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要幹嘛 你知名度有了 你要負起一些社會責任了 因為你的粉絲跟著你長大 可能還生小孩了 而且現在的人也比較不會說 零件的搞笑影片變少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跟著我長大了 現在就開始分享生活啊 旅遊啊 家人啊 友情啊 我覺得你本身就很有梗啦 就是你的搞笑跟以前不一樣 對 我覺得我的方式可能不大同 而且現在的影片經營方式也不同啦 我只能說做這個行業的人 要自我調適能力很強 你要說不在意別人眼光 不在意別人的遊眼嗎 其實不大可能 你都是在自我催眠 你在自我催眠 這些人傷害不了我 但是你半夜一個人的時候 還是會去思考這些留言 為什麼會有 你有因為這樣哭過嗎 沒有 只會覺得好煩喔 他們想怎樣 好喜歡喔 而且呢 我跟Ella不是 一上台北就住在一起嗎 嗯 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Ella比較會常來 跟我抱怨什麼事情 其實是我去找她說 我看到這些留言 讓我覺得很煩怎麼辦 你的樣子喔 對 反而是我去找她 就是 頭一口氣啦 嗯 以前是這樣子 人家都很喜歡跟我一樣 都亂講話啊 有一點 但是她講的就是比較北拉 她說有人罵就有錢 對啊 好喜歡啊 對好喜歡 就是 就是這樣子 觀念跟態度會決定一切 我最近很喜歡一段話 他在講說 人與人之間的想法一定會有落差 一定有 只是關鍵是在於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取得這個落差上面的一個平衡點 我們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子 因為其實人與人之間不一樣 我們才需要交流啊 對啊 我們才需要去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代人壓力很大 然後那時候 我其實是看你的影片 你在那邊這樣 那阿嬤就很淡定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這個很好瘦 我好想要減肥 你的想法真的是很不同耶 那時候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有時候吃東西 然後看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天啊 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子吃的 然後很好笑這樣子 我知道我自己很特別 但是我會把 你真的很酷 我認識你這種人會很酷 因為我男的有些人的話 我戒不下去 戒不下去你也不會尷尬 因為你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爵士網紅裡面有幾幕 其實我是真的有感覺到過 比方說我們一群人 要去幫某一個網紅過生日好了 對 現在在百貨公司 我只是順口問大家說 現在是要去參加誰誰誰的生日 要不要 集資買個小禮物送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不用吧 不用吧 可能是大家覺得說 交情沒有到那邊 其實沒關係 因為對方人氣也不算低 然後等到看到那個人說 欸 寶寶 我沒看到你 然後就是寶貝這樣子 其實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是心裡想說天哪 有一些人可能 他真的不會是我想要生交的朋友 對 那你有遇過這樣子的人嗎 我沒有遇過 但我看過 你也看過 標記我寶寶標記我 對不對 對對對 也是會有這種人 這不是不是要請他去拍 台灣版的話 可能我看到你說不用吧 可是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明明是這麼的熱情 會讓我心裡面有一個落差 因為其實像林靜你紅了滿久了嘛 謝謝 對 然後我就想知道說 這件事情要別人來講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網紅是不是只能跟網紅當朋友 那你覺得你自己對於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可是我跟粉絲在一起耶 還變戀人耶 天啊 對耶 我也跟我的綁衣在一起耶 大家知道我做過直播嗎 我那時候一個月賺多少 賺超多 一萬三台幣 而且你看我那時候 水哥刷了兩萬 而且我那時候認識 認識小寶的時候 小寶是國中生耶 所以不一定只有網紅可以跟網紅啊 但是不得不說 網紅這個渠道 要認識網紅的確比較簡單一點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想認識的朋友是我們互相 而不是一直造成自己的麻煩 一直像你索取這樣之不情 對啊 然後還有我覺得跟網紅當朋友 其實大家要有一點點的心理準備 因為我們平常私底下在忙的事情的話 全部都在用手機 其實很多人會以為說你是被社群綁架 因為我覺得這個工作很像責任制 習慣成自然的 你想要到哪邊 你就會想要就是你的分享欲望很高 你就會想要在網路上 趕快跟大家分享這一切的美好事情 所以人家說為什麼網紅只能認識網紅嗎 是因為大家懂你在幹嘛 並不會說 我覺得我跟那個誰網紅出去 我覺得他幾乎都在用手機 我跟他交朋友 他真的有把我當朋友啊 因為我覺得他都在用手機 就很像你說收音 你要講話然後馬上旁邊有人吵 水哥在外面嗎 水哥在外面是不是 一般人會知道收音是什麼嗎 對不對 不會啊 他並不知道你現在正在幹嘛 需要做什麼 有點像是水哥在講電話 可是我就是在旁邊一直吵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講什麼 然後一直影響到別人這樣子 林靜算是一開始是以廠商丟工作給你 對 但最後你賣東西了 對 我們就像以前演藝圈的工作 很多人會去思考說他能夠紅多久 去展開他一個副業或是退休生活嗎 那你是怎麼想的 我不會有太多的建設性的回答喔 因為我覺得我個性跟我星座 我可能會享受於當下 我不太會去想未來在幹嘛 但是這都是30歲以前的想法 30歲之後呢我覺得 好險我在幾年前做了這些改變 讓我覺得現在 就算我已經失去了網紅這個職業 我也已經在這個賣家的路上 建立了一個基本的販售能力 對 大家對我的信任 就很剛好有前面網紅這個職業的鋪陳 讓很多人知道我這個人 也知道我會賣東西 我會業配什麼的 所以大家都會說 他賣東西賣得好 就是因為他紅啊 可是他不會去想說 你前面建立了哪些東西 你一磚一瓦的鋪上去 建立好這個自動房子的油還是什麼 他只看到你現在住在一個很好的房子裡面 他不知道你曾經搬過一磚一瓦在蓋房子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從領導遊 我覺得觀眾常常把追蹤者 跟追蹤術會混為一潭 他們會覺得說粉絲多東西一定賣得好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欸 有時候你粉絲技術放大 你反而東西印象力沒有那麼強 你粉絲技術放大的時候 你的發言權會受限 你要在乎太多人的聲音了 很多人的追蹤術他沒有那麼高喔 可是他東西賣得超級好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一萬個人裡面好了 大家會覺得說你這個只是業配 你不會這麼在意我這個粉絲好了 所以大家不會想要跟你買東西 可是當我粉絲技術縮小的時候 我可以照顧到每一個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喔你不只是把我當作粉絲 你還是把我當作顧客 而且服務超好 售後也都有照顧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沒有距離感 我現在應該就是在往這個方向你們的地方 前進 他是很成功的專門嗎 我覺得 對啊可以嗎 我覺得算 哈哈哈 就是因為這幾年之後呢 我會發現 陸陸續續一些網紅會來跟我討教一些 販售的技能 然後我會教我身邊的弟弟妹妹 他們如果真的要做這條路的話 我會教他們該怎麼做 他們會這樣覺得 那你左眼會不會不舒服 左眼喔 左眼眼頭裡面 有毛毛是不是 有 睫毛 我要拿棉花棒幫你尻出來嗎 我算是粉絲巷 可是這樣就會覺得說 所以網紅都跟人色不一樣 你要說一樣還是不一樣嗎 我們不可能隨時隨地都像鏡頭一樣 發瘋啊 然後聲音很大很熱情 人都會有兩面 很多人在舞台上面 他的情緒一定是長起來的 你看到那些演唱為什麼他哭 然後在那邊跟你們講話我們心聲 比較少嘛 但是他們的意思是說那個人色凡車 我沒那麼有錢 然後我要裝這麼有錢 裝庫喔是嗎 普通人去上班也會有人色啊 也會有這種 也會有這種 對啊老闆罵你你笑笑的啊 私底下不是一直幹掉他 喔很開心 那個已經把我群組加進去 因為他們有一個他們自己的群組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沒必要 我覺得沒必要 那是他們宣洩的出款 沒有啦 我哪有可能這樣啊 污衊你 可是他們會有的人 甚是因為他們有經紀公司在操作 包裝 對啊他們需要包裝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從以前我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當我一開始在賣東西的時候 我就有想說 我希望我今天就是粉絲是怎麼看我的 或是我朋友是怎麼看我的 不要我隨便講一句髒話 他們就覺得很訝異 因為我本來就是這樣 人家說我很沒氣質的時候 大家就說啊他本來就是這樣啊 啊我有氣質的時候 他說喔好難得喔 突然也很有氣質 我希望的是這樣 他們一開始對我的標準 就不會這麼的嚴苛了 有一次那個不取貨的兩箱嘛 啊那一次運費總共虧了差不多 兩萬多塊 所以我就有打說七八人 對啊然後那個有上底卡這樣子 就說什麼 欸他這樣賣人家七八人可以嗎 然後什麼的 可是底下也有一些就是其他派的 就想說啊 你確實啊你不取貨本來就是損害到別人的運費 跟包財 對啊 人家能力的成本時間 對啊啊七八人有怎麼樣嗎 不然你去賠他錢啊 對啊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對事情都會有多樣性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成為網紅的代價就是 好今天如果我真的跟店家發生什麼糾紛好了 我不能像一般人這樣子 上去給他一顆心上去鬧 大家會覺得說 欸你這樣耗著我們的粉絲來罵這個店家 然後來霸凌他 你這樣會不會太激動 不會我覺得很好 絕對是網紅就要這樣 欸那兩箱兩萬多欸 兩萬多我確實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那時候是剛起步嗎 那時候是我還在負債還在努力還錢的時候啊 算了算了我現在兩箱就是沒有沒有 名單封清黑名單 這個就是我說的了 你不再被一些人所拘束住了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只是我們 作為這個工作的一些真實想法 你其實是對我講的不好聽的話 可是我不想要聽 但是這個人可能就是出去外面說 你現在是大頭針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聽的話 我聽書琴你逼我聽嘻哈 封鎖 對對對其實像我男朋友 他也不算是在經營網紅吧 對 可是他也有上過D卡欸 有人就說什麼就是我男朋友 很喜歡發那種很像正能量的這樣子 然後他在水哥那邊留言 馬上被封鎖 然後他就去D卡爆料他 啊結果咧 結果因為那時候人家傳給我 我有去看一下底下的那個留言 他們是說水哥他的文章 讓你覺得他是一個正能量的人 跟你講他 然後他封鎖你完全是一件不相干的事 對啊 就是因為封鎖你 就是因為封鎖你 就是因為封鎖你我才可以獲得正能量 對啊 好像也對 就是我不想看的啊 果斷封鎖啊 你去罵你的啊我去分享我的啊 網紅這個生態權 我反而看那麼多人 就是覺得各式各樣生存方式都有啊 那種黑紅的他也是本身就是一種紅啊 我有時候覺得黑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你做對一件事情大家就稱讚你對不對 就記得你的好了 你說的黑紅啊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然後上了小巨蛋 這些你們彼此的黑暗面 然後後來我們吵架的點可以變成 受眾矚目還被售票 因為其實這是大眾想要看的啊 對啊 而且蠻真實的 其實我覺得觀眾看到這裡應該也覺得 人性款也就是矛盾的 所以你覺得網紅人色不符合 然後可是如果太黑紅的你又覺得說啊他就很黑紅 所以你到底要人色很好還是要黑紅 然後翻車的人大家會在下面點名就是說 這些翻車的人可以變成一集節目嗎這樣子 我一定會看 喔 對不對 大家在罵說什麼 退圖演藝圈 退圖演藝圈 可是又有人說什麼 如果那天的活動他們實在是出來的話 我一定去 因為其實這是最真實的人性面 啊你不用太怕自己翻車不用擔心 沒有我在這邊先跟大家抱歉 就是如果我做了什麼事情 對抱歉抱歉 先原諒我謝謝 所以網紅圈到底可不可以交到真心好朋友 不行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喔 畫面這兩位 我跟你講我們要去實測 爵士網紅裡面呢 有那個霸道總裁 然後他回到家有庸人幫他脫鞋 然後我走路過程中你要抓好那個時機幫我脫鞋喔 欸 你這庸人很不合格欸 你再一次 欸我很慢囉 快點快點 欸這裡還有一隻 巴人沒有 巴人沒有 換你穿我偷看看 我覺得總裁一定有配合庸人 他知道自己鞋子被壓住 那瞬間他的腳有稍微往後 所以你覺得他很體貼嗎 你覺得他很體貼嗎 我覺得很酷的是 他有抓到一點 他以為這是每個人家裡都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生長環境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每個人想法都不同 我們要接受不同的聲音 不喜歡的東西我們也可以聽進去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吸收 我很喜歡一句話就是 你知道有些人不吃辣 對 可是你不可能叫辣消失啊 你只能接受與他共存 就是你可以不要去碰他 對 但是這世界上就是有辣的存在 對 就很類似像這種概念 我們有鴛鴦鍋 OK 謝謝大家 記得要訂閱您是的 YouTube頻道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留言加分享喔 如果喜歡這樣的主題的話繼續喔 欸的朋友欸 告訴您是說 你很喜歡看這樣的主題 對 欸如果你們喜歡看這樣的主題有沒有 我們下一集來拍那個 林靜變了 謝謝大家 欸可以欸 欸 網紅為什麼會變呢 可以嗎 到底變怎樣 大家有想要看嗎 掰掰